黑白大廚 哈嘞 大家好 我是Kiki 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完Netflix的韩国厨艺实境节目 黑白大厨料理阶级之后 哇靠 这节目的爆红速度太扯了 两周前都还预定得到这些参赛者的产品 结果现在几乎全满 有些甚至比演唱会还难强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讨论黑白大厨最后5期的内容 不过这两周我也看了不少官员参赛者们的各种放摊 幕后故事等等 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黑白大厨大结局讨论 以及参赛者出演者资讯补充 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 欢迎收看我们的大家先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小银行道 这样就不会抽到精彩影片咯 第八节败布复活战 我只能说便利商店的置入方式真的太聪明了 如果对韩国不熟悉的朋友 CU是韩国的三大便利商店之一 韩国人非常仰赖超商 他们也是全球最多超商的国家 甚至比台湾日本都还要多 但这一关我有点意外 大部分的参赛者都做咸食 只有拿破裏做甜点 所以除了他烹饪狂人的料理之外 其他人的菜单我比较没有留下影响 而且拿破裏很可爱喔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前一关而产生的PTSD 怕食材被抢走 居然坐手在冰箱前 自从他栗子提拉米苏受到两位评审的高度青睐后 CU日前宣布将和拿破裏联手推出超商甜甜版 还蛮贵的 一个要4900韩币 大概台币117元 虽然10月12号才正式上市 10月9号到12号有开放APP预购 但2万份的栗子提拉米苏居然在2分钟内抢光 依然还限购5个 身为CU的最强晋升对手GS25也不遑多让 他们今天也在社群上宣布GS25将和外送人厨师 斯曼南、蒋浩俊以及五菜店阿姨联手推出便利汤匙系列商品 虽然目前还没公布上市时间啦 但没意外推出之后应该又是一场抢购战争 不晓得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虽然觉得黑白大厨很好看 但非常不喜欢餐厅任务的赛质 先来说一下释出队员的过程好了 其实看到斯曼南和外送人厨师 只有离开队伍的时候我觉得蛮圈粉的 斯曼南是基于原队伍没有表现空间 想要在新的队伍发挥常才 我觉得非常有远见 事实也证明如果斯曼南没有换队伍 他的招牌菜麻婆豆腐就不会被大家看见 然后外送人厨师的部分 他个性真的太暖了 虽然他说大家都有负责的餐点 他只负责备料 自己离开才是对团队最好的选择 但我觉得他只是不想要有人受伤欸 而且最暖的是 外送人厨师为了减低其他人的愧疚感 还特地补上一句 我去别队获胜就行了 寄给队长台阶下又赢得体面的离开 说真的就算还没尝过他的菜 我也一定要去他的餐厅吃过一次支持他 更不用说三千万外送人的离别互动好好可 还有郑志山对他说的那句 我因为这句对郑主厨大改观欸 原本以为他的妆容看起来很强势 没想到内心非常温柔又体贴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郑志山的频道 和他出演的节目片段 郑志山和儿子的互动很好笑 儿子的综艺感也超强超可爱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很不滿崔璇索 認為他身為隊長都沒有想辦法緩解隊內氣氛 反正是先打電話叫食材要大家先工作 這個舉動確實很不討喜 但我覺得釋出隊員和開除員工的感覺沒什麼兩樣 選擇用工作來逃避投票問題 這種情緒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當然我也很壓抑安維新主廚會被釋除 我甚至是看到其他文章才得知 安竹竹原本不想出演 是節目組三顧茅庐請他來的 就像安維新在節目中說的 他接待過非常多位韓國總統 在韓國的地位也很高 就這麼厲害的大師被釋出還被淘汰 連安主廚自己都在臉書直播中說 比賽之後他其實在計程車上哭了許久 還提醒家人不要看八到十集 開店比賽環節他原本想做的是壽司 但因為買不到食材只要改做天洞 可是他們在準備食材時 本來準備了100人份的炸物 但客人只來了20位量調的部分都丟掉了 沒想到後來天洞的訂單又變多 他們組才會在炸物上花了這麼多時間 其實我可以理解節目組想要製造的戲劇效果 要各組釋出一名隊員也不是不行 但前提是要彌補他們的劣勢才有看點啊 既不給參賽者多點時間預算做準備 又要在少一名人手的狀況下衝開餐廳 這到底是要怎麼贏啦 他們又不是表現不好才被釋出的 卻感覺節目組很像在懲罰這三位 然後我也有看到觀眾說司機食堂之所以可以贏 只是因為幸運定價高了點 但這部分我的想法剛好相反 雖然有不少人討厭崔炫索 但他的節目經驗也是實力的一部分啊 他有想到節目的特殊環境 極有可能讓消費者願意嘗試高單價料理 我只能說他賭對了 而且賭的很有道理 甚至有成功判斷出 無菜單阿姨的烤海苔是料理關鍵 表示他的判斷很有實力啊 我反倒覺得是節目組的策略錯誤 他們找來20位人氣吃播主 既會吃又裝上現成的宣傳 能想到這點很厲害 但節目組給他們的活食費太高了啦 100萬韓元幾乎可以每間餐店的菜單都各點一輪 這個賽制只有利於高客單價的餐廳 真的太可惜了 我這集我最有印象的是政治詐漢白總園 我好像在上什麼餐廳經營課一樣 完全沒想到要去檢查客人的廚餘 重點是白總園還主動吃廚餘 想了解餐點的問題 其實他大可也不用做這件事 在評審席上觀看就好 可是他做了 政治詐漢主廚也有去檢查 所以就如白老師所說 第一個接到回頭客的餐廳 基本上就能拿到第一 而港式點心確實也是點單率第一名 那不曉得你們對這關有什麼想法呢? 第10集八強菜烹飪人生 我覺得和結局賭上名號的料理 概念有點重疊 只是評審方式不同而已 那這一集我對幾位主廚的料理比較有印象 首先是李愛德華端出來的半飯 他在節目中有提到 他花了很多力氣尋找對韓國的認同感 我到底是美國人還是韓國人 就像白老師的提問一樣 這道料理該用叉子還是湯匙吃 光是食用的餐具就足以呈現 李愛德華的身份認同感問題 可是我個人比較偏向安城仔的想法 安主廚也是在美國生活長大 一定能理解李愛德華的矛盾行徑 但如果想要保留韓國拌飯的特色 李愛德華的料理卻是和拌飯教武關聯 不曉得你們比較認同哪一位評審的想法 再來是白湯匙的蔣浩君 我知道蔣主廚的畫面比較少 大家可能對他的印象不深 可是我超好奇這道黑色洋蔥 到底是如何成就他的餐廳夢 不覺得洋蔥嗎?到底是有多厲害 所以上禮拜穩心的訂到他的餐廳內機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是由我即將拍攝黑白大煮彩點特輯 接著是無菜單阿姨的安東湯麵 我真的沒料到阿姨是這集的催淚蛋欸 家道中落再加上爸爸變成半生不遂 媽媽為了養他們才開始賣湯麵 她也曾怨恨湯麵貧窮的味道 直到現實逼著阿姨長大 並用湯麵支撐了全家人的幸福 阿姨在幕後採訪時說的那句 我曾經極度厭惡的湯麵 現在卻成了我最棒的恩人 哇靠 丁文直接大飆累 這碗湯麵也代表著阿姨的生命力 看起來簡單卻又非常不簡單 那也跟大家分享個好消息 我在網路上有看到韓國網友分享阿姨經營的湯麵店 現在雖然總是大排長龍 但據說不用等太久 週日大約要等一小時左右 如果時間上可以接受的話 大家到韓國也可以去吃吃看喔 然後拿破裏真的帶給觀眾好多驚喜欸 沒想到他能把新奇蟹湯和義大利麵融合 而且他把義大利麵的外型做成真竹母喜歡的糖果形狀 以及象徵著林田包的白菜餃子 我這才發現他不只會做義大利麵 還是個會用料理說故事的人 那三星的部分 他很像以前學生時期 班上總說會有那種不論考試多難 都不用擔心他會考爆的模範學生 而且你們不覺得他都在用料理偷偷和安城仔對話嗎 三星絕對照師傅看得出來格力喬達湯的細節 而安城仔確實也發現每一樣食材 三星都是故意切的跟魚子醬一樣打 並把畢生所學的技巧都運用進去 這師徒之間的料理對話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最有趣的當然還是崔旋所啦 韓國網友都在討論 如果崔旋的格力義大利麵沒有加蒜就能拿到181分 那他加了蒜之後不就贏定了嗎 但崔旋所事後有提到 輸了就是輸了 不過這末還有一個小故事 原本他的料理台在三星旁邊 但因為電器出了問題他換了位置 雖然有帶走蒜頭但變得有點慌張 於是他就像被下骨一樣完全忘記加大蒜 而且他不只在節目上很懊悔 崔旋連上白總圓YouTube頻道的時候 也一直瘋狂diss自己 到底是什麼樣的瘋子 才會忘記在蛤蜊義大利麵加入蒜頭 他也有在白老舍的頻道上 教大家怎麼做有蒜頭白的蛤蜊麵疙 我知道崔旋的黑粉很多 但你們看完他在節目外的片段就會發現 他真的是一個看起來很狡猾 十足非常謙虛又自帶喜感的名廚 當然崔旋和安城仔相愛相殺的關係很有看點 終於來了我個人最愛的黑白料理關卡 我不知道節目組是怎麼想到這一關的 但曲名實在太精彼 無限料理地獄 不只參賽者評審吃豆腐吃到像深陷地獄 我就連坐在螢幕前都替他們感到痛苦了 所以我媽晚餐還弄了一鍋豆腐湯 我看到都有點怕怕的 不過這一關雖然地獄 但也是展現實力的最佳考驗 因為評審有先討論過評斷標準史 主食材呈現創意和完整度 所以當我看到崔旋說要拿豆腐做 麻婆豆腐燉飯加羊排骨的時候 就大感不妙 一直在螢幕前喊 把肉放回去 豆腐才是主角啊 結果崔旋還真的第一個就被淘汰了 身為他的鐵粉雖然震驚 但也覺得很合理 因為不少觀眾說他太子大 居然已經在準備下一道料理 但我覺得不用特別抨擊這一點吧 崔旋雖雖然有自戀的部分 但急走做準備也是戰略之一啊 三星後面有這樣子做 所以我個人還是蠻欣賞崔旋一直勇於挑戰的精神 但讓我比較意外的是鄭之善主廚 因為豆腐在中式料理中很常見 像是老皮嫩肉三杯豆腐等等 所以我以為這一關對他來說應該是小菜一碟 沒想到鄭主廚居然會敗在豆腐餅上 我猜他本來想要做的是乾燒豆腐餡餅 然後把他做成港點的尺寸 但從豆腐餡料的份量來看 好像可以想像得到為什麼評審們會說 麵包的味道蓋掉豆腐的味道了 我反而有猜到無菜單阿姨會被淘汰 不是我覺得他做的不好吃 雖然他擅長的是家常菜 但評審有把創意列入考量 光這點就對阿姨很不利了 而成道市場的蔣浩俊和烹飪狂人 不管是體力還是想法都已經很厲害了 但讓他們被淘汰的料理 在評審評價之前其實不難看出 創意和完成度確實比別人差 所以被淘汰的時候也不算意外啦 不過三星和李愛德華在這一關實在太驚人 首先是三星 因為他的真面目是學測滿幾分的英文班長阿 他之所以從事精緻餐飲 不是因為他不會做其他料理 而是他每一種都會 精緻餐飲才能展現他的細心 但三星做的豆腐麵包蝦 法式麻婆豆腐 墨西哥豆腐等等 想法上真的一道比一道驚豔 還能想到要味覺騙過評審 雖然三星走給人一種冷靜沉穩的形象 但我相信他內心對料理的熱忱絕對是個瘋子 那我雖然很喜歡三星也超想吃吃看他的料理 但總覺得好像還少了點什麼 結果看到李愛德華的料理後我才發現 也許他就會少了李愛德華對料理注入的溫度 老實說我原本對李愛德華還好 單純很意外他這麼厲害的廚師怎麼會來 但我萬萬沒想到無限料理地獄 根本是他的主場秀太誇張強了 李愛德華的實力不但深不見底 我覺得後半段他根本不是廚師而是藝術家 他看待食物的切腳總是很特別 不論是食材質地口感 他能想到用豆腐做成冷湯 把豆腐和扇貝搭在一起 又用帕馬山起司麵的概念 把義大利麵改良成亞洲版辣醬意麵 還有最驚人的肯德基炸豆腐 有人和我一樣在螢幕前驚呼嗎 李愛德華能想到把美國家鄉代表料理 變成豆腐版炸雞已經很了不起了 沒想到安城仔居然從他料理的過程中就猜到 對方想做的餐點和原因 這關不管是評審還參賽者都太猛了 不過私心覺得拿破裏沒有參與這關有點可惜 因為對我來說 無限料理地獄比較像是決賽 這關實在太地獄太精彩 然後不曉得巴翔賽的哪道料理或哪位廚師 最會讓你們印象深刻呢 這一句播出之後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討論李愛德華才是真正的冠軍 因為拿破裏只有做過義大利年 但李軍已經展現非常多樣化的面貌 先來聊一下決賽兩位選手的料理好了 其實在這12集當中正讓我衝擊感動的餐點 就是李愛德華決賽的剩餘辣草年糕甜點 因為就像他說的 我每次去韓國吃小吃攤 如果有點辣草年糕永遠吃不完 就算我只有單點一盤血腸 螢幕總是會在上面多給我兩三根辣草年糕 這也是我在韓國念書的時候 覺得很溫暖很感謝的回憶 沒想到李愛德華有提到這一點 還用辣草年糕做成好消化的冰淇淋 我光聽到這段介紹就默默哭了 而且辣椒醬到底是要怎麼和焦糖做結合啊 這道到底是甜點還是鹹點我真的很好奇 而拿破裏的部分 我絕對相信他在決賽端出來的料理很好吃 因為能讓安主廚說出 這是他吃過最棒的一道羊肉料理 我是不會輕易說好話的人 他的兩位徒弟三星和一二三 還在一旁委屈負荷到對啊 就足以證明拿破裏的料理實力 不過我也有看到一派討論是 如果拿破裏有參加豆腐地獄 肯定過不了關 因為他只會做義大利麵 個人覺得沒必要這樣預設立場啦 但也是透過豆腐挑戰 才得知三星以外也擅長做各式料理 拿破裏是因為賽制被跳過最重要的環節 但無法證明他到底是不是只會做義大利麵啊 當然也有人說 全聖軍廚師在最後兩集變得很沒禮貌很自大 但如果有看過韓國池經秀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他們超喜歡剪這種嗆瞎環節 增加對立效果 全聖軍也有在Anson上解釋到 我從比賽當中 像對手李愛德華、三星、烹飪狂人等等 比我優秀的主持們身上穴道 如何保持謙虛且不驕傲自滿 看到豆腐地獄挑戰最後剩下的三位廚師時 因為我覺得三位都是難以戰勝的對手 為了不讓自己退縮或感到害怕 便刻意表現得很有自信 於此我也正在深刻反省 不過節目剪掉了很多我對愛德華主廚的發言 我在豆腐比賽的最後階段 有下去和主廚說加油 我們會在樓上見面的 至於我要裁編你這句話 是因為當時大家都很累 我想要激勵大家不要放棄堅持到最後 但透過節目才發現 這句話聽起來過於傲慢又情甩 為此我想要再次道歉 而李愛德華也有在貼文下回復道 主廚你只有這個勝利 永遠不要失去你的自信 這是一場比賽 我們都在為了勝利奮鬥 不需要任何道歉 恭喜你 剛剛有提到不少冠軍的爭議討論嗎 不過還想跟你們分享幾個 李愛德華的參賽幕後故事 你們聽完之後可能會被他更全粉 其實李愛德華已經離開電視圈一陣子 雖然一開始有玩具黑白大廚的妖元 他認為那是年輕人的比賽 可是後來李愛德華因為尋求對身份的認同感而參賽 和節目組來回通話後 他決定要當一回真正的韓國人 可以趁這機會在韓國待上一陣子了解韓國 不過李愛德華在一個朋友的訪台中有提到 比起主菜他更害怕在鏡頭前說韓文 因為他的韓文程度就像喝醉的小學三年級生 他在參賽之前 還特地請了一位26歲準備當牧師的韓文夾角 那雖然節目只有幫他請翻譯 但對方並沒有全都翻 就比如說第七集的黑白團體戰 他們可能說了15分鐘的內容 結果口語言直接在耳機裡說 你一定要選海鮮 李愛德華也有提到 黑白大廚是要看過最龐大的拍攝規模 幕後人員非常多 很像軍隊一樣總是有上千人跑來跑去的感覺 讓人意外的是 因為節目分好幾段拍攝 中間李愛德華還要來回美國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調整時差 節目組可能早上9點就會叫他起床 可是他才剛坐完22小時的飛機 根本快累死 而且他在參賽期間住的是飯店 什麼都沒有 他還特地在飯店裡買了切菜板 小爐子等等工具備賽 李愛德華也有透露 他參賽前就決定不要煮之前曾煮過的料理 因為他也想給自己驚喜 本想要一對一挑戰時 就遇到這輩子沒見過幾次的成年泡菜 因為美國根本沒這東西 不過李愛德華的下一階段 是要在華盛頓開一間非營利韓國餐廳叫西亞 他知道開餐廳會浪費非常多東西 所以李愛德華想要做一間零塑膠零瓦斯 並減少50%垃圾量的餐廳 李愛德華深信 消費者會願意多花點錢支持零塑餐廳 只是他需要數據去說服其他商人 零塑餐廳的成本到底會貴多少 白話完就是他想要開一間 調查零塑餐廳是否能被市場接受的實驗性餐廳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棒但絕對很難執行 因為消費者和店家都很現實 不過也因為他有這樣的理想 我反而覺得李愛德華和拿破裏都是贏家 對李愛德華來說獎金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但他的參賽過程已經向大眾展現了不少他的料理理念 如果沒能拿到冠軍讓觀眾對他的關注度更高 讓李愛德華在節目上贏得的榮譽 反而最能支持他的理想 另外有韓國Youtuber訪問外送員廚師 大家才意外得知他的人生故事 外送員廚師的本名叫做林泰勳 小時候爸爸因為生意失敗 父母離婚後父親再婚 而家中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於是他就會送到孤兒院住了兩年 之後才被親奶奶接走 雖然小時候陳薇子非常心痛過 但林泰勳認為自己正是因為沒有父母 經歷過這些艱難的時期才能走到今天 父母有自己的人生唯有自己的人生 所以與其怨恨不如心懷感恩 他也不會去想如果有父母的支持 自己是否會變成更好的人 但他做菜也是為了生存 是生技導向的廚師 他甚至還是到圖書館買食譜 並透過呂進來廚師的書才開始學做料理 儘管沒在呂進來手下工作過 但在林泰勳心中 呂進來就是他的老師 剛好這兩天烹飪孔人上節目時有提到 他會覺得外申員廚師不適合參加生存戰 因為他太誇張善良了 本來節目組就會準備一些點心飲料給參賽者 結果外申員廚師不但會帶一堆東西給大家 還會翻上提升飲料 並一一鞠躬說辛苦了 連烹飪狂人都感覺得出來 林泰勳是不想成為三線的負擔才自願被釋除 既然剛剛都提到呂進來廚師 想再補充一下呂大師的參賽原因 白申員在他的頻道上說明到 當初節目組只是隨意問呂師傅的參賽意願 沒想到呂進來第一時間就覺得這想法很讚 還開玩笑說還是我也去參加 我要是輸了應該會很有意思吧 結果呂進來說 他覺得如果自己參賽可以激發一下後輩們 畢竟他原本就花了不少心力栽培後輩 他正在有和中華料理女生一起做YouTube頻道 呂進來也不是沒有想過如果參賽後 不小心砸了自己的招牌怎麼辦 但他深信觀眾過陣子就會忘記輸贏 只要盡全力展現實力就好 所以他也覺得很開心可以參與節目 所以參與業也有所幫助 連春宣說也是想著韓國參與業的發展才參賽的 我聽完之後超感動欸 就覺得黑白大廚之所以能成功 不只是因為他們肯砸錢做節目企劃能力很強 也是因為這些參賽者很有想法 才能促成雙贏的局面 然後這幾週也很幸運的訂到了幾間黑白大廚人氣餐廳 但有幸運的話也可以等我10月的開箱 也可以猜猜看我到底訂到誰 那其他的出演者評審小股市 我也會在字頂留言繼續補充 雖然這一季黑白大廚有很多待遇改善的環節 但整天來說節目真的非常精彩 所以我也很期待有機會發展成第二季 那我不曉得你們對黑白大廚的結局有什麼樣的想法 有或是你最喜歡哪位參賽者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的話不要忘記接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nswer 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